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本人的频道 我在这个频道分享股票投资的方法以及存股标的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获得一些理财知识 早日摆脱朝九晚五 迈向财富自由 做自己想做的事 近年存股成为国民运动 存股的精神就是用存钱的心态来投资股票 买进股票后长期持有 靠公司发放的股息来创造现金流 这些标的可以是质量率高的金融股 电信股或者是ETF 今天的影片从股价试况 经营绩效 经营稳健度 资利率 带大家了解所有金融类股中 颇富盛名的银行股 包含金城银以及玉山金 探讨以上两家金融银行股 谁比较适合存股呢 在此之前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和按下小铃铛 后打开全部通知 以便观察下集更精彩的分享 金融业在全世界各国都属于特许行业 也就是必须有政府核准才能开始营业 不是随便一家公司就可以执行金融业务 另外金融业比起其他产业的股票 股价也不会像其他成长股票 或者是景气循环股一样容易起起伏伏 所以综合这些特性以后 你也会开始注意到金融股的股票 如果要从中挑选营运能力较好的金融股 我们就得从经营绩效开始看齐 一般金融股中最常见的经营绩效指标为 资产报酬率ROA和股东权益报酬率ROE 由于金控下面会有众多不同资产 包括现金、房地产、黄金等 使ROA对金融股格外重要 资产报酬率ROA反映公司利用资产创造获利的能力 数值越高代表资产活用能力越好 而股东权益报酬率ROA反映公司 为股东创造获利的能力 数值越高代表创造获利的能力越好 我们可以从表格看到 金成盈的ROA1.81%表现较 预算金的ROA0.66%来得好 而在ROA的方面也是金成盈的12.55% 胜过预算金的10.17% 可快速判断出金成盈在经营绩效上相对突出 在2021年金成盈1到6月累计营收56.2亿元 较去年增加21.9亿 年增率63.7% 营收创25年新高 上半年自解营运成绩税后EPS3.87元 获利表现亮眼 以疫情影响来看 金成盈指出目前国内资产品质仍然稳定 未有见到恶化 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试况 一般在评断股价时 最常使用的两个衡量指标为 本益比和股价禁止比 一般本益比越低 代表公司目前赚取盈余的速度越快 可以越快回缩投入的资本 而股价禁止比越低 越有可能股价被低估 我们可从表格中得知 这两家金融股中以目前金成盈股价42.1元 以及玉山金股价26元 金成盈的本益比较低为6.02 一般本益比在10以下 表示获利能力惊人 禁止比也是金成盈较低为0.99 另外金成盈股价禁止比 位于0.8倍到1.2倍之间 代表目前的股价在合理范围内 而玉山金的本益比较高为17.57 股价禁止比为1.7 原因为市场给予 玉山金的目标价格已经反映在股价上 所以本益比禁止比会高一些 总结来说 以目前本益比以及股价禁止比来看 金成盈比玉山金更为超值 接下来在经营稳健度方面如何评估呢 对于金贡公司的营运稳健程度 最重要的指标分别为 资本适足率 预期放款率 呆账覆盖率 所谓资本适足率就是 自有资本进而除以风险性资产总额 如果我们拥有的自有资本越高 而风险性的资产越低 则资本适足率就会偏高 代表公司的营运是很稳定的 所以资本适足率越高越好 由于金融机构操作的资产都具备一定程度的风险性 为确保银行经营的安全 会以指标来评断银行 是否以安全为前提经营 存股主本身就是希望银行 在经营上不要因为高风险 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因此资本适足率最好是越高越好 我们可从分析表上发现金城银的资本适足率16.59% 是表现较佳的 而玉山金的15.6%表现也不差 资本适足率在13%以上都有一定的水准 而在预期放款率则是越低越好 预期放款率就是预期放款除以总放款乘100% 换句话说预期放款一直收不回来的钱 也就是俗称的呆账 这个指标的比率越低 代表收不回来的钱越少 进而代表持银行的资产品质相对比较好 我们可从分析表上发现金城银的预期放款率0.02% 是表现较佳的 是预放比趋均于0%的超优质银行 而玉山金的预期放款率的0.19% 也在一定的水准之上 预期放款率在0.2%以下 资产品质都是良好的 那另外在待账负概率的部分呢 待账负概率越高越好 指银行为收不回来的钱做准备 待账覆概率就是 背离待账除以预期放款乘100% 待账覆概率代表银行为预期放款 事先做好的准备 待账覆概率越高 表示此银行做的准备越多 若真的发生待账的状况 比率高的银行受到的影响会相对小很多 我们可从分析表上 发现金城银的待账覆概率8231% 相对于玉山金的待账覆概率656% 是表现较好的 所以总结来看两家银行的经营稳健度 目前是金城银在资本四足率 预期放款率 待账覆概率皆表现较好 可以说是全面性压倒玉山金 接下来我们来看殖利率的比较 在近五年两大进口的 现金鼓励以及股票鼓励配发金额 与玉山金配发出的平均殖利率5.77% 高于玉山金的4.51% 有表上可以清楚得知 如果喜欢股票现金双收的存股族 可关注玉山金 近五年来除了现金鼓励之外 还有配发股票鼓励 分别为0.64元以及0.69元 算是不错的表现 而金城银近五年来皆配发现金鼓励 平均现金鼓励为1.56元 再来我们来看今年的鼓励分发状况 以2020年金城银EPS4.9元 配发现金鼓励1.8元 盈余分配率为36.7% 以2020年玉山金EPS1.43元 配发现金鼓励0.61元 以及股票鼓励0.61元 盈余分配率为85.4% 玉山金的盈余分配率85.4% 相较于金城银的盈余分配率36.7% 明显有差距 相对来说 玉山金是较为慷慨的 综合以上指标来看 金城银在股价市况 经营文件度 经营绩效上比玉山金好 唯独配发现金股票鼓励 以及盈余分配率低于玉山金 如果金城银能在盈余分配率 再更为大反一些就更好了 依目前的盈余获利来看 金城银有可能成为下一家富邦金 或者国泰金 若追求资本成长的股民 可考虑金城银 但若考量殖利率的观众 则可考虑玉山金 因为对于存股主来说 每年都有稳定的配股配息 以及低震荡的股价是更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从表格中发现 玉山金的经营文件度其实不差 又有稳定的盈余分配率 所以也是一个不错的标的 以上是两大进口的今年表现状况 股民可以依照影片中的数据 作为选股的参考 规划财务后慢慢买进 达到存股的目的 如果觉得以上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不然帮我们按个赞 加入订阅 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 也许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 最后三分来了 频道发布了任何资料或意见 纯粹资料整理 该部构成购买 出售 销售任何投资 参与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影片有任何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点开一下铃铛 我们将于每周三下午8点主持发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们下次见 拜拜